除了棒球 其实美食和文创产业也能够结合 透过记者陈文正和肖志光的报道 带您来体验一番 大大的地球里头装满礼物 狮子闭着眼睛 温暖抱着小男孩 一只非常孤独的狮子 它在躺在我们的大草棚上面的时候 有一天被一个从天而降的礼物砸到 色彩缤纷的建筑 不是美术馆而是饭店 停车场旁整面墙都成了画布 大家有看到向左走跟向右走的 男女主角吗 来 一 二 三 很好哦 拍照 嘟嘴 赶紧跟绘本人物 哪一个亲密接触 这个夏天东台湾很吉米 一来有特别打造的主持公园 花莲也有饭店业者 把吉米的创意搬进来 整个饭店就像一套吉米粒品绘本 有没有要跟狮子抱抱呢 故事里的狮子出现眼前 扑上去来一个大拥抱 整个大厅就像童话乐园 书屋上雍兰小猪微笑着拥抱小孩 养育者一股温馨气息 这五个装置艺术的它只有一个名字 它叫做拥抱空气 阳光花汗水 饭店设计以吉米的拥抱为主题 游泳池盼大象卷着小男孩 站在桥桥板上 青蛙王子抱着小公主 书装人物变成立体雕塑 照相的手没停过 有冒兔的它是老师在所有的 绘本作品里面 你看每一次都会出现的 让小朋友也让大人更惊奇 然后去寻找一些特殊的点 藏着吉米的谷外 吉米除了看还能吃 饭店特别设计吉米餐台 不同食材色彩鲜明 如同吉米的绘本用色 充满多元惊喜 这就是我们花脸的 沉香鸭跟乳层一起拥抱 吃起来酸酸甜甜在心里 芒果 熏鲑鱼 还有菠菜 芦笋 主厨王泽青融入吉米概念 特选色彩对比强的食材 制作最道口感清爽的 夏日熏鲑蔬果沙拉 这种分量的话 我们大概会准备 大概三片的鲑鱼 橘色鲑鱼片铺好底 苹果 马铃薯 切成丁 拌成泥状 我们整个调制完成之后 就可以塞到我们的 鲑鱼塔塔里面了 除了鲑鱼外 还有王主厨创意发想 只能看不能抽的吉米雪茄 一根大概是六叶的分量 菠菜叶叠在一起 放上芦笋 铺上水果粒 现在我们就开始把它卷成 雪茄的形状 菠菜能做雪茄 高丽菜也没问题 清爽的雪茄放在鲑鱼上 制造立体效果 再用小番茄生菜点缀装饰 鲜艳的大自然色彩 餐盘就像调色盘 吉米老师的创作都是很 色彩非常的丰富 感觉上看了就充满了希望这样子 所以我这次所设计的料理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做 夏日料理不仅坐在餐厅吃 晚风徐徐时也能在游泳池盼 来场夏夜派对 一顶哪些 够一顶 好 五个 五个全部点 对 这不可以吗 不可以 调酒任你喝 食物任你拿 有别于白天的童趣 打上灯的吉米雕塑 更天晴调 你正在我深深的好道理 我的梦 户外电音室内抒情 绘本最后一页 是缤纷一天后美好的页 走到东部拥抱吉米 花莲住饭店宜兰玩公园 台东更有部落才会成吉米世界 明天上哪玩呢 沿着东海岸还有更多惊喜 等你发掘